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回到梁文博和马克埃伦比赛的现场 马上要进行的是双方第六局的争夺 在前五局当中梁文博是四比一遥遥领先 应该说在前五局的比赛当中除了第四局 梁文博都是发挥的相当的出色 这样也是率先拿到了赛点 如果这场比赛这局梁文博能够再次胜出的话 将会率先挺进本次BTVB国际斯诺克北京邀请赛的决赛 而马克埃伦也是认劲十足 相信不会如此轻易的棋杆人数 来看看第六局 马克埃伦率先开干 梁文博有一杆远线 红球队最右侧的红球 可以走黑球下方连打带跑 而且力量很大 有机会还可以拿小分支的踩就过度 看看准度 厚了 太厚了 看看 来伦也是在看线路 地带应该是有下球 机会不大 应该考虑放手了 应该说今天整体梁文博的运气也不错 对 已经 既不幸福既干了 就是在攻击失误的情况下 没有给对方留下机会 随着比赛的逐渐进行 我们看到 存在的这两名选手已经没有本场比赛刚开始那段时间的轻松 毕竟这个决赛的大门 很好的态势 很好的赵头 对不对 而且如果后面没有人再打出更高的分数 那么 冠军 最高这个单杆的 强劲都是属于他的了 艾伦也确实是差一点运气 本意是想K到黑球右侧这两颗红球 叫到黑球 结果就那么巧 从两颗红球之间缝隙钻过 就那么点的缝隙 对 好球 两裤叫到红球对最右侧的这颗红球 右侧底带 应该说艾伦是一个任劲十足的选手 实锦赛对西基斯虽然大比分落后 但是虽然最后输了 但是他也是给西基斯吓了一跳 追的比分 追的非常紧 而且在本次BTV过去斯文科 北京一条级的小组赛最后一场 0比2落后 对方三个赛点在握的情况下 连板三局 最终把半只脚已经走进半局赛门槛 附加军请出了半局赛系 确实是也是一个不容小事的 这个选手 对关键附加军本身也是以稳健而著称的 能够从他的手里拿走这张半决赛的入场圈 很不容易 观众朋友非常在行 不但进红球 叫到黑球还把挡在黑球点上的这颗红球踢开 一举三得 其实这次来到我们比赛现场来观看比赛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这个确实也是非常的棒 这几天四天小组赛12场比赛 他们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包括主办方 包括参赛球手的一致肯定一致赞扬 应该说作为现场的球迷而言也没有 不需此行吧 两句远接 BTV过去四能队北京小竞赛确实是打得非常精彩 每天都有单干过板 而且五十加的表现也非常好 应该说从这点而言 所谓现场球迷也确实打爆了眼封 黑球 弹一壳交到中带 36比0 右下角的地带 37比0 中带横上去 交到蓝色球 地带轻轻一点 先抢分 对 这个角度很重要 要炸球了 看看炸球后的效果 力量太轻了 太小了 看看粉球下方这颗红球 应该拍了也在看 这就麻烦了 摇了摇头 力量太轻了 因为炸到了 右下角底带 带口有一颗红球 这样艾伦就很难防守 如果防守的话 把带口这颗红球 给露出来的话 前面这一干48分 可能就 优势就没有了 东流了 对 而且不但 这个镜头更清楚 粉球下方 这颗红球 没有下球 交代的很清楚 那么现在 艾伦就麻烦了 因为他也不愿意 往红球堆里轻推 因为如果一旦 形成僵局的话 那么艾伦又觉得不甘心 我毕竟48比0 我里面的 前面基本上都是按照艾伦 他自己的节奏在打 对 只不过刚才这一下 是可以就稍微轻推一下 最终还是选择轻推 是的 没办法 在经过选择之后 也是一颗无奈之举 贴球 贴球的话 按照斯诺克这个规则 只要是被贴着那颗球 你朝相反方向推 就算击打 关键是贴着那颗球 不能动 一动就算犯规 梁安波现在手要推过去 因为可以直接推过去 一定要挡住 右下角抵在多口 这颗红球 力度 还是留着线路 哦 他想击球 嗯 这个 艾伦 一下这个红球 刚才很轻的 没有炸开的 这下全散开了 嗯 稍稍有点冲动 因为他本一至少那颗红球 能够达到珠瑞附近 我不进都没关系 能够把带口那颗红球挤跑 嗯 但稍稍有点冲动啊 看看梁安波 这个局势啊 蓝球五分点 没有机会 黑球 黑球 留下的红球也很难叫到黑球 因为黑球右下角抵在被阻挡 嗯 只能把带口这一颗 翻球 嗯 这颗球也有一个翻脚可以击打 可打的红球很多 关键是怎么打 怎么叫彩球 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在想 哎 那在看什么 那么多可以选择 他在通常考虑 对 不是只有一颗红球 力量 关键是力量 嗯 本一是想交绿色三分球 对 这个太大了 给了很强的左侧旋转 想两枯上去 黄球 好球 这个艾伦就 不好救了啊 应该说 救到难度 不是很大 关键现在 红球很散 还不能留给刘文波机会 这个 这个是最难的 嗯 因为红球很散 很容易说 给对方留下机会 嗯 通过应演的技术来看看啊 嗯 严丝和讽 一点机会都没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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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